门德尔松的《史内乐》作品相比他的管弦乐或者钢琴曲是不算醒目的 但是如今他这首地小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 已经和他的小提琴协奏曲一样 是如今古典音乐舞台上被演奏的最多的《史内乐》 为什么会如此呢 我想有些作曲家擅长写大乐队作品 有些擅长写《史内乐》小编制的作品 如今《史内乐》流传较广的有舒伯特 门德尔松和伯拉姆斯等人的作品 大部分是浪漫派的作品 其实《史内乐》像《弦乐四重奏》 钢琴三重奏在古典时代已经非常盛行了 海顿写了76首《弦乐四重奏》 莫扎特也有不少 当然还有贝多芬 而大部分浪漫派作曲家 就是如今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史内乐》作品的作曲家 其实是在模仿古典乐派的 也许是古典时代的情感表达 在我们这个年代听来 有些晦涩 有些保守 像贝多芬的一些代表作 又太过艰深 而浪漫派的典雅优美 在如今我们演奏《史内乐》的场合 是非常合适的 比如说像在咖啡厅里面 在下午茶的时间都非常合适 所以像门德尔松 伯拉姆斯和舒伯特的这些《三重奏》《四重奏》 如今成为当下最流行的《史内乐》 这首门德尔松的地小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 成为所有《史内乐》组合的代表曲目 我们知道20世纪出现了一些黄金的《史内乐》组合 像有一个叫做百万美元《三重奏》 是20世纪40年代 由三位称得上是巨匠的演奏家组成的 每一个名字都是如雷贯耳 像钢琴家鲁宾斯坦 小提琴家海菲兹 还有大提琴家皮亚蒂戈尔斯基 三位都是身价百万 于是被称作百万美元《三重奏》 平时乐迷见到一位就很不容易 这个《三重奏》居然是三位同时出现 所以乐迷一时趋之落晕 后来欧洲的钢琴家科托 大提琴家卡萨尔斯和小提琴家蒂博 也组成了一个不同反响的黄金三重奏 一时和百万美元《三重奏》形成对峙 再后来是著名的俄国黄金三重奏 是大提琴家老罗 罗斯特布罗维奇 还有小提琴家科刚 还有钢琴家吉列尔斯 我想这些名字古典乐迷都是耳熟能详的 这些三重奏组演奏的代表曲目里面 都有这首地小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 因此也就带着这首乐曲满世界的巡回演出 如此让这首地小调成为 二十世纪三重奏的首选曲目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地小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 就是这首地小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 舒曼曾经夸奖它是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钢琴三重奏 人们总是把门德尔松和贝多芬进行比较 可见当时他的才华是那个年代的顶峰 第一乐章是激动的快版 非常快的一个快版 是一首传统的奏鸣曲 大提琴奏出了哀愁 而情感丰富的第一主题 这个主题动听而清晰 让人印象深刻 这个主题几乎就是这首作品成功的关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主题 仍旧在大提琴演奏 但气息明朗而洒脱 这一乐章的发展部 也是典型的门德尔松风格 除了两个主题 还被加入了新的流畅的旋律 以对卫法编织起来 对卫法的娴熟也可看出 门德尔松的作曲功底不凡 他是巴赫和贝多芬的传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尾声又回到了前面的两个主要主题 戏份变得越来越热烈 第二乐章是一个三段式的形版 也是门德尔松最甜美的乐章之一 再次出现他的无词歌风格 中段又出现一首可爱的歌谣 静静地终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乐章是斜血曲 一首变形的回旋曲 让人想起门德尔松的 仲夏夜之梦最开始的那个精灵之舞 钢琴奏出愉快的回旋曲主题 其中的副主题有小提琴奏出 如此可见在三重奏里面 作曲家还要考虑三件乐器 如何平衡的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第四乐章 是一首非常快的快版 也是一首回旋曲 钢琴奏出节奏活泼的第一主题 弦乐做对位发展 在这个回旋中又穿插入 钢琴和大提琴的两段副主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听一个作曲家的作品 会发现一个醒目的现象 就是他们曾经寄托理想的交响曲 如今几乎不太被演奏和流传了 而他们那些作业 就是别人来违约的那些协奏曲 还有他们的钢琴曲 奏鸣曲或使内乐 倒是满世界的流传 这大概是这些作曲家 生前未曾料到的 大概是因为音乐作品 是需要演奏家诠释的 而二十世纪 演奏家成为明星的时代 这些独奏为主导的乐曲 也便蓬勃地流传开了 所以各位学作曲的同学们 听完这节课 你们知道回去应该写哪些曲子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三重奏里面 三件乐器都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哪一件独奏哪一件是伴奏的说法 也就是三个乐器都是平等的 每个旋律都很重要 因此常常三重奏是由三位独奏家组成的 三件乐器如何搭配呢 这是作曲家考虑的最多的问题 像这里的第一乐章 三个乐器是以重奏为主 一起歌唱那个动人的主题旋律 钢琴常常是演奏一段活泼的连接段 接下来的第二乐章 三种乐器互相模仿互相呼应 到了第三乐章 这里的节奏动机非常的短促有力 让人想起贝多芬 于是三个乐器一起发力 重奏这个动机或者是魔镜 由此积蓄力量 第四乐章里面有一个活泼的舞曲的节奏 小提琴与大提琴时而对位发展 时而重奏 钢琴伴随他们 有的时候呢 钢琴忽然挑起一段飞快的音阶 另外两件乐器就跟着跑一段 史内乐的乐趣就是这些乐器 时而合唱 时而对话 时而联音 时而顿弓 时而分头抒情 时而整齐的终结 如此分分合合 停停唱唱 充满了律动感 也非常亲密 他要求作曲家要有非常好的 多声部内心听觉 才能够流畅地铺排乐器的组合 铺排主调合奏与副调对峙的比例 这是我们德尔松的迪小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 也是我自己听的最多的时内乐之一 我个人觉得那些传说中的版本 其实未必是最好的 像刚才提到的百万美元三重奏的钢琴家 鲁宾斯坦 小提琴家海菲兹 还有大提琴家皮亚迭戈尔斯基 三位都是大师 都是巨星 当然了都很忙 所以我想他们可能没多少时间排练 可能没怎么排练就登台演奏了 所以呢 这个老录音听起来有一点 各奏各的声部 互相静奏 三个声部都很满 很浓烈 但是整体听起来却有些吵闹 有些机械 也可能是早期的演奏风格 与如今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古典音乐的演奏 其实也是有风格和潮流的 有些演奏是遵守传统风格 这个风格是华丽的 细腻的 绵厚的 也是具体的 力求呈现古典时期的原貌 听起来就像那些装饰古典 而繁复的宫殿一样 所有的座椅 所有的窗帘的质地 全都非常的讲究 但是呢 到了20 21世纪 人们的审美观 已经改变了 更愿意接受 简洁轻松一些的 古典风格 所以我们发现 有些演奏中 融入了现代的审美意识 相对冷淡一些 或者受到流行音乐 演绎的方式 加入一些华音 显得比较轻松 亲密 也就是说 演奏的乐谱是古代的 但是呢 演奏的语气 已经是当代风格了 我个人比较认同 现代审美 对古典音乐的处理 它可以让古典音乐 充满继续流动 继续流传的活力 如今呢 大部分演奏是 比较清淡抒情 那在古典元素的周围 强调一下 比如像 有特殊的装饰音那里 突然地强调一下 听起来特别迷人 这就让我想起 一个画面 就好像是 一个人拿了一支火把 或者是一支油灯 照亮了 一大幅油画里面的局部 所以就把这个局部显现出来 由此呢 显得简洁而特别 关于这首乐曲呢 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眼下的 一个组合 我们可能在网上 都能找到的 是俄罗斯钢琴家Kissen 还有Yoshua Bayer 和麦斯基三人的合作 三位呢 都是眼下炙手可热的 独奏家 分别是70后 60后和40后 我个人觉得 比较之前的 百万美元的组合 这三位演奏的气息 更加舒展 也更流畅 他们在合作中 有线条浓淡的变化 时而呢 淡淡地消失 时而齐奏 给予这首三重奏 一个内在的呼吸 我觉得这对于三重奏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些作品 听起来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过于密实 有时候觉得有点吵 有点窒息 也许呢 是如今我们受到 更多现代派 简约音乐 或者长线条的 电子音乐的影响 觉得古典音乐 内部的节奏 和曲调的组合 过于缜密 因此呢 有些现代史内乐团 像维也纳的 哈根寺重奏 他们的演奏 旋律表情 又相对淡漠一些 比较讲究 线条的浓淡相宜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推送一遍 当代的三位演奏家 Kissing 约续亚贝尔 和麦斯基合作的 门德尔松的 底小调 第一号钢琴三重奏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